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五间总结 身边的嘉宾仍然是郭叔和我们聊天 郭先生早晨 我们看看内地股市方面的情况 上证指数今天升了7点 半日收回2,028点 沪深300指数上升5点 收报2,126点 深正城指下跌28点 收报7,121点 三大指数方面是个别发展 今天来说 继续受到人行方面有收损动作所影响 还要提提 近期信贷风险是否有增加 因为你一向喜欢内银股 好像建行为例 昨天破底创52周伸低 市场人士是否很担心 因为内房和内银真的息息相关 借贷方面 好像说内房的贷款 占了内银总贷款 大部分都有六成以上 这个数字挺夸张 如果内房有事 内银也走不掉 如何看内地股市方面的情况 和最近的信贷危机 第一就是内地股市仍然处低迷 属于低台的整固等的形态 刚才提到的信贷危机 其实还是会继续的 换句话来说 杭州的一个地产发展商 资不抵债引发到的问题 不是单一事件 这件事是单一事件 但这件所谓单一事件 我觉得不会只一次多 因为早几年 地产市道比较刺烈的时间 一些三四线城市 有不少人或不少发展商 都参与楼房的发展 在资金借贷方面 比较容易的时间 气氛就比较刺烈 一窝蜂去参加 来到后期 资金开始紧绝了 这些发展商 是需要在其他途径 籌集资金去营运 很简单 我做一个比例 譬如有几块土柱 有一两个已经建好了 但价又不对也好 或者房产性还没得到 那你就卖不了 卖不了你真的没钱回笼 或者定价过高 在当地来说 一些平均人的收入 根本上就买不起 也有这个原因 好了不说 而是说 有其他的地盘 你是继续在建的 那你是需要资金的 那如果你在那一分钟 你银行的借贷 你已经拿到尽了 但你真的要发展 你要钱 你唯有向其他地方 囚集资金 20厘 25厘息 有就行了 过到骨就算了 也是要借的 好了 如果一个短的时期是这样 问题就有 不过不大 但如果摊长到半年 九个月都需要这样 那就大件事了 因为你的债务只会越来越多 你的债务负担的利息也会越来越多 但同期你的资产 就会在市价不稳之下 是慢慢慢慢下移的 到最终会出现 是资不抵债的 这个发展商的情况就是这样 其实不单止去 我觉得陆续有利 加上一些理财产品 其实太过盛行 近期有些企业 已经开始违约了 如果内地有一些 小型的金融的机构 或者小型的信负公司 由于在吸收存款方面 是比较积极 但借贷方面 也同样比较进取的话 情况就会出现不稳 我举个例子 6厘、7厘、8厘息 吸收存款 接着20厘、25厘息 借给一些做矿的矿主 三、四线的地产发展商 或者做生意人士 其实资产就没有变的 如果你说资产可以变成现金 当然有能力上还贷款 那些信货公司也好 金融公司也好 收回贷款 不是可以给一些存款人士 但现在问题就是 做矿的价格下跌 做地产的价格下跌 做地产的价格下跌 由于市道比较低迷 变成全都充不了钱 你充不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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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一定会引发一些 违约的风险 这个亦会出现 所以暂时来说 A股的势头 我自己觉得 还是反复大远 虽然大家看看 上证指数 暂时来说 是在2020点 坐的水平培会 但是在这个 节目上我说了很多次 去年的低位1849点 其后升到2270点 升到421点 在这421点里面 我中间如果画一条线 就是2060点 很简单 直到现在这分钟 上证指数 就是没有法止回到2060点 流上 换句话来说 它是在波幅的下半月走 既然在下半月的话 形态当然是反复大远 幸好的地方就是 在这阵子的反复 去到3月12日 即今个月12日的低位 1974点 有少许技术上断定了 细透 但是不可以确认 一定要等到上证 回到2060点 流上才可以确认 1974点 应该是暂时的 市况应该可以略为做好一点 好 谢谢郭先生 之后和大家转看港股方面的情况 首先来说 市场都忧虑美股 在明年初 会进行一个加息动作 我想加息动作 比预期为之快 另外 减买债100亿来说 都是预期之内 但不多不少都影响到 投资者的情绪 所以今天看到港股 都低开216点 开始之后 跌幅就轻微扩大 随积都跌成287点 今日低位曾经见过21281点 其后看到跌势稍微收集 现在跌244点 到21326点 郭先生 港股方面有点部署 接下来就有加息的时间表 以及退市的时间表 都非常明确 暂时对港股后市 大家有什么要留意呢 首先说 美国的QE3 就不会和平无止境地推行 当经济稳定地增长的时候 其实逐步减少买债 这是很正常的 市场一早已经有共识 也消化了 至于提到加息 其实很久以前 市场已经有共识 美国的利率 会在2015年中开始慢慢加 其实前一个月 两个月根本上 没有太大影响 息口不可能永远 都是0到0.25厘的 不过我要补充 就算要加 步伐还是比较慢 现在联邦基金是0到0.25厘 假设你去到1.75到2厘 这里有2厘的息口 每一次是四分一利息 分开八次来加 我断股给你加 都不会一年加 或者六个月加 起码都一年半 所以你说会不会 带来太大的冲击 其实实质是不会的 市场一早已经消化了 不过利率上调 意味着借贷成本会上升 这个一定会有影响 在环境比较好 消费比较强的时候 加一点点利息 其实有冷却的作用 根本上意义不重大 但在现在这一分钟 市场的心态比较保守 而且大市比较低迷的情况下 任何比较利淡的因素 都会促使股市进一步下限的风险 像今天那样 恒指一个低开已经是200多点 之后逐步向下限 最低那一分钟的指数 刚才闪一闪是21,281点 即是说今个月 在先高后低形态主导之下 恒指的跌幅是进一步扩阔 如果单单说技术上的走势 现在比较关键的支持 应该是2月5日的21,198点 距离今天日中的低位 100点都不到 整个市是属于一个 肉市低位的形态 如果不跌穿的 可能高低脚式的双底也好 或者技术上的双底也好 都会组成 但问题是什么呢 下个星期五是今个月的期指结算日 下个星期四是期指的转错高峰日 即是说下个星期三 星期二、星期一 和明天星期五 还有四个交易天 淡有既然得势 怎可能这么快放远手脚 不排除都会轻轻再向下行 所以暂时的市况 即使有存定也好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整个月的形态 将会维持在先高后低下 逐步下市低位 好 谢谢郭Sir 在港股方面的分析 剩下时间 一定要谈谈腾讯方面的情况 昨天也公布了 就是业绩 差个市场预期 腾讯方面全年赚155亿 升幅方面有22% 不过留意第四季方面 只是赚39亿 如果按贵来比 上升只有1% 所以这些数字都差个市场预期 不过令市场比较为之波动的消息 一定要谈谈腾讯方面 都公布了股份一拆五 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 郭Sir 听你节目之前说 预示可能股价会见顶 因为比较多的散户就是入市 等等这些消息 好像有些不明朗 但见到股价来说 虽然今天跌过4% 低位见过541.5 但很快跌势又没有了 现在跌2元 跌幅不足1% 暂时腾讯方面如何部署 以估值来说 50倍PE不算高 这个是市场比得到的 但我也提到一点 就是真的有机会见到见顶 通常主要的成份 或者南筹股一拆小 大家看看以往的资料 没有一次有云行 实际上越多省户参与 气氛当然越次热 但有没有想过 一旦形态转变 市一跌的时间 就越多人沽 那就是见顶的机会是比较高 好的 我们时间关系 或者稍后时间再跟大家更进 腾讯方面的情况 谢谢郭sir 我们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最后都立即跟大家更进 南筹股收市的情况 回控跌9毫子 中移动跌3 中国银行跌6先 公行跌5先 建行跌8先 港交所跌2元 国售跌3毫半 友邦跌6毫 腾讯跌2元 金沙中国跌4 长实跌6 新地跌4毫半 九仓跌4 中海外跌2毫4 幻智地跌2毫2 中海游升2先 中石油跌6先 中石化跌1毫3 坤能能源 收报13.6 中国神华跌1毫4 收报19.9毫6 谢谢郭sir 我们休息一会 上周来说 恒指跌了243点 报21324点 成交金额401亿 国企指数下跌110点 收报9250点 郭sir我们休息一会 做新报 港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我们1点钟再和大家见面 有事想问 不妨打电话来 我们稍后时间 Q&A再去解答大家问题